今天为你解读的书叫《过劳时代》,过劳就是过度劳动的意思,这本书的主题是过劳时代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在正式开始说这本书之前,我们先来说一说什么叫过劳,这个概念最早起源于日本。 1947年,日本颁布了《劳动基准法》,规定员工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40个小时。 假如实际工作时间超过了规定的一半,也就是每周工作超过60小时,就可以定义为过度劳动。 当一个社会普遍存在过度劳动,我们就可以说这个社会进入了过劳时代。 按照这个标准,美国、日本还有很多欧洲国家都已经进入了过劳时代。 那么这个过劳时代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 你的第一反应可能是现代人生活压力太大,工作太拼,或者是一些企业佣人过度。 比如有的公司推出996工作制,也就是从早9点到晚9点,每周工作6天。 更有甚者还施行724,也就是每周7天,24小时随时待命。 换句话说,过劳好像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个人太拼,二是企业佣人太狠。 但是当我们用更大的时空角度去审视过劳,你会发现,这些解释都有点站不住脚。 首先呢,过劳其实是一个非常反常的现象。 有人统计过,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力普遍提高了两倍以上。 按理说,生产效率提高,劳动时间应该缩短才对。 1967年,几位美国议员还规划过一张蓝图。 按照他们的设想,到了90年代,人们只需要每天工作4个小时,或者继续工作8小时。 但是呢,把退休时间提前到38岁。 1930年,经济学家凯恩斯还写过一篇文章,说, 21世纪人们将进入闲暇时代,会因为太闲,无事可做而烦恼。 显然,从目前来看,他们的设想是落空了。 当然,这些设想并不是一时兴起。 自从20世纪40年代起,先进的生产技术普及, 很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都出现了劳动时间缩短的趋势。 但奇怪的是,就在20世纪80年代,这个趋势却发生了逆转。 原本持续减少的劳动时间,突然出现了拐点,开始一路走高。 注意啊,这个转变不是一两个国家的个案。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英国劳动时间的拐点出现在1982年, 美国和加拿大呢都是在1983年,意大利是1985年, 挪威和瑞典是1988年。 换句话说,在1980到1990的十年时间,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 员工的劳动时间都突然开始增加了。 那么,这十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你说是由于个人的上进心太强? 显然不对。 是企业压榨员工? 那总不可能全世界的企业都商量好一起开始压榨员工了吧。 过劳时代的形成一定有什么更深层、更普遍、更强大的原因。 根据这本书中提出的观点, 过劳时代的成因其实是全球化、信息化和消费主义盛行的结果。 这些趋势改变了现代人工作的时空秩序, 让整个社会进入过劳时代。 本书的作者是日本的经济学家森刚孝二, 他在过去二十年里一直在研究全世界各地的过劳问题。 这本《过劳时代》首次出版于2005年, 后来一共经过12次再版, 在日本、韩国、美国都引起过强烈反响。 森刚孝二也被称为是日本研究过劳问题的第一人。 2019年初,这本书的中文版首次引进, 这也是中文图书市场上专门针对过劳问题的第一本书。 在书中,作者以日本为主要观察对象, 同时对比了美国、英国、意大利等国家, 从中找出了过劳时代形成的深层原因。 那接下来,我将为你带来两部分的内容。 第一部分,我将为你讲述本书的核心观点, 也就是过劳时代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当然了,这毕竟是一本十多年前出版的书, 这本书出版之后呢, 很多领域都针对过劳问题发起过讨论。 第二部分,咱们就说一说, 本书出版之后,后人的研究成果, 也就是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过劳问题。 首先,第一部分我们来说一说, 过劳时代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前面我们说到了, 这是因为1980年之后, 很多国家陆续出现了三大趋势, 全球化、信息化和消费主义盛行, 是这三个趋势延长了人们的工作时间。 首先是全球化, 这个概念你一定不陌生, 简单来说呢, 就是贸易协作突破了国家的界限, 以前只能在国内做的生意, 现在呢,可以做到全世界。 比如,咱们中国的义乌, 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圣诞树, 都是在这里生产, 然后卖到世界各地的。 你可能会说, 这不是正好提供了更多的商机吗? 赚钱变得更容易, 人们应该工作得更轻松啊。 但是你别忘了, 全球化打造的, 不仅是一套贸易网络, 同时呢, 它也打造了一张全球化的分工协作网络。 不光是买卖双方不受国界的限制, 雇主和员工之间, 也同样不受国界的限制。 任何雇主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聘用员工。 那显然, 假如你是雇主, 在能力同等的情况下, 肯定会优先考虑工资低的人, 降低成本是商业的基本原则。 比如, 全世界最大的家居用品制造商, 瑞典的一家公司, 它的工厂普遍都建在了 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其他国家。 再比如德国的西门子公司, 一共有40多万员工, 其中呢, 只有17万是德国人。 那这就意味着, 你的就业竞争对手不仅仅是身边的人, 还有世界各地的人。 你一万块肯做的工作, 没准在另外一个国家, 一个学历年龄跟你相当的人, 5000块就肯做。 你能接受每天工作8小时, 别人能接受每天工作12小时。 换句话说, 企业不怕招不到物美价廉的员工。 那这时, 出于竞争压力, 员工普遍会接受高强度的劳动。 同时, 全球化的分工协作网络, 还降低了很多行业的就业门槛。 以前呢, 一个员工需要掌握一整套的技能, 但现在, 他只要精通一件事就行了, 比如餐饮业。 过去我们都觉得, 饭馆生意好不好, 主要看厨师的手艺。 但现在, 在一套发达的协作网络里, 开饭馆甚至都不需要厨师。 比如, 麦当劳肯德基之类的快餐店, 根本就没有厨师。 原料在工厂里生产好, 再配送到全世界的店面, 只需要油炸加热就能上桌了。 员工需要做的只是为客人提供标准化的微笑和服务。 一旦招人的门槛降低, 就意味着可以压低薪水, 延长劳动时间。 这是造成劳动时间延长的第一个原因。 全球化的协作网络, 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 工资水平截然不同的人, 拉到了同一个竞争界面。 机遇和压力并存, 导致劳动时间延长。 换句话说, 全球化打破了工作的空间界限。 同时, 另一个技术的成熟又打破了工作的时间界限。 这就是咱们接下来要说的, 造成劳动时间延长的第二个因素, 信息技术。 现在啊, 不管你是做金融, IT还是媒体, 电脑和网络都是必备工具。 这些工具最大的特点就是快。 比如, 过去要想分析一只股票, 需要做大量的人工运算。 现在呢, 只需要敲几家键盘, 机器马上就能给你接过。 再比如, 以前传递信息要一个一个的写信打电话, 现在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云端实时共享。 当然, 快意味着效率高, 但是呢, 它也在无形当中延长了工作时间。 比如, 信息技术消除了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屏障, 以前大多数人只有在单位才能办公, 但现在你可以通过云办公软件, 在手机、笔记本、平板电脑上随时随地办公。 再比如, 信息技术还模糊了人们对于时间的感知能力。 你看, 你在一个劲打字的时候, 往往会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 直到你站起身的时候才发现天已经黑了。 这是因为我们在操作电脑的时候, 往往会获得快速的反馈。 在这种及时迅速的反馈状态下, 你觉得驾轻就熟, 对时间的敏感程度会大幅降低, 一不小心就容易工作过了头。 在心理学上管这种现象叫做熟路效应, 熟悉的熟, 路线的路。 他说的是, 当你第一次走一条陌生的路, 会觉得这条路很长, 当你走的次数越来越多, 对路边的景物越来越熟悉, 就会不自觉地认为这条路变短了。 你可以回想一下当年上学报到的第一天, 是不是觉得学校挺远的。 但是当你读完一个学期之后, 就会觉得这条路也没有多长。 而信息技术的普及, 让熟路效应作用在了越来越多的人身上, 很多人不自觉地延长了劳动时间。 这就是造成劳动时间延长的第二个因素, 信息技术。 它消除了工作和生活之间的时间界限, 同时也模糊了人们对于时间的感知能力。 这就让现代人, 尤其是写字楼里的白领们, 工作的时间越来越长。 当然了, 有付出就会有回报, 很多人获得了体面的薪水, 但是生活质量的提升也会反过头来, 让劳动时间延长。 这就是咱们接下来要说的导致过劳时代的第三个诱因, 消费主义盛行。 也就是可供选择的商品和服务越来越丰富, 消费的方式越来越多样。 人们消费的目的不再是为了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 而是有了更高的精神需求。 比如, 有人省吃俭用, 只为了买一部苹果手机, 还有人拼命加班干兼职, 就为了买一个LV的包。 作者认为, 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些炫耀性消费的需求, 但是这种行为却影响到了几乎所有人。 因为大多数人看见别人买了奢侈品, 总难免会产生攀比心, 也想买一件。 这不是因为人们太虚伪, 而是人类的生物本能决定的。 生物学家已经做过研究, 人类有一种本能, 我们总想知道, 自己在生存的环境中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这既包括在自然环境中的地理位置, 也包括在生活族群中的社会位置。 说白了就是, 你总想知道自己到底在哪儿。 你可以管这种本能叫做定位本能, 因为只有知道了自己所处的位置, 我们才能做出下一步的判断。 比如, 原始人要知道自己在森林里的哪个地方, 前面有多少猎物, 才能判断下一步是继续往前走, 还是返回。 同样的, 人们要知道自己在一个群体中的地位到底是强势还是弱势, 才能判断下一步要怎么做。 是征服族群里的其他人成为领袖, 还是依附于强者做个随从? 这是人类最基本的本能之一。 那么, 我们应该怎么弄清楚自己在群体中的位置呢? 最可靠的办法当然是依靠那些直观的数据, 比如, 谁的饭量最大, 能吃下多少肉, 谁的力气最大, 能举起多大的石头。 今天, 我们的定位本能依然存在, 只不过, 饭量力气之类的原始数据, 换了一种方式出现, 这就是所消费物品的价格。 人们习惯用一个人的消费能力来衡量他的社会地位。 一旦你发现别人的消费能力比你强, 你就会产生担忧, 觉得自己的社会位置会被别人低估, 这时呢, 你就会产生攀比心。 你看, 炫耀性消费的循环一旦启动了, 就势必会把越来越多的人卷进来。 人们要想获得更好的车子、 房子、 衣服, 就必须得付出更多的劳动, 这就使得劳动时间进一步延长。 其实说到这儿, 你应该已经发现了, 过劳的背后其实是一系列不可抗的趋势, 比如贸易全球化、 信息时代和消费时代的到来。 那么, 既然劳动时间延长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 我们又应该怎么看待过劳问题呢? 这个问题咱们留到第二部分再说。 好, 以上就是第一部分的内容。 过劳时代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作者认为, 很多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 陆续进入过劳时代, 是因为从那时期, 世界出现了三个不可逆的大趋势, 分别是贸易全球化、 信息化和消费主义盛行。 其中, 贸易全球化打破了分工协作的空间壁垒, 把全世界的劳动力, 拉到了同一个竞争界面。 信息化消除了工作和生活之间的时间界限, 并且模糊了人们对事件的感知, 而消费主义的盛行, 启动了人的定位本能, 把越来越多的人卷入到了过度劳动的循环里。 你看, 其实这三个趋势都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劳动时间延长, 似乎在所难免。 那么, 我们应该怎么看待作者提出的过劳问题呢? 接下来第二部分, 我们就来说一说, 这本书出版之后, 人们对于过劳问题的反思。 这本书呢, 是2005年首次出版的, 当时过劳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 几乎是在同一时期, 英国学者罗纳尔多多尔写了一本书, 叫劳动的本质。 美国作家戴维·西普勒写了著名的穷忙, 贫穷的穷, 忙碌的忙。 当然了, 类似的思考呢, 还有很多, 很多人都在关心过劳问题, 并且提出了各自的解决方案。 其实啊, 这些主张基本上呢, 可以分为三大类, 根据他们各自的特点, 我们可以给他们起个名字, 把他们分别称为劳动制度改革派, 生活方式改良派和个人能力提升派。 咱们先来说, 劳动制度改革派, 这是把过劳问题看得最严重的一派, 他们认为过劳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 主张这类学说的主要是日本学者, 因为日本是全世界过劳现象最普遍的国家, 他们认为日本之所以会成为一个低欲望社会, 也就是年轻人缺乏拼搏和创新精神, 整个社会木起沉沉, 没有活力。 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就是人们普遍过劳, 活力都被透支了。 他们还发明了一个词叫做过劳死, 日文读作Crosi, 用来专门指代因为工作强度太大引发的心脏病死亡, 或者是工作压力太大导致的抑郁症自杀。 2002年, Crosi还被录入牛津英语词典, 虽然这个概念已经被人们熟知, 但关于过劳死本身的界定, 直到今天仍然存在着争议。 有人赞同这个定义, 也有人觉得过劳死是一个伪概念, 因为导致健康问题的因素实在是太多了, 过劳可能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有因, 不能把问题全都算在他的头上。 劳动制度改革派认为, 要想解决过劳问题, 必须得从制度入手, 也就是在法律层面上强行限制工作时间, 比如日本, 1947年就出台了劳动基准法, 规定了员工每天工作不得超过八小时。 但是呢, 这条法案不是铁板一块, 只要用人单位跟工会商量好, 签订一份补充协议, 并且提交给劳动监督署, 就可以自行规定上班时间。 简单说呢, 就是只要雇主和员工一个怨打, 一个怨挨, 那谁都管不着。 好, 这是劳动制度改革派, 他们认为过劳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 必须在法律层面上强制干涉, 但是呢, 效果并不明显。 归根结底啊, 还是因为劳动时间延长, 是一个普遍的大趋势, 其中还有很多人是自愿的, 有的公司就鼓励能者多劳, 多劳多得, 想用制度约束他, 估计员工自己都不会同意。 所以就有人提出, 与其强制约束, 不如倡导一种淳朴的生活方式, 从精神层面上改变人们的生活主张, 给过度紧张的工作踩踩刹车。 这就是咱们接下来要说的第二种主张, 生活方式改良派。 生活方式改良派的特点啊, 可以用一个字概括, 慢, 也就是提倡慢节奏的生活。 后来呢, 这些主张还衍生出了一套文化, 比如前些年特别流行一个词叫乐活, 快乐的乐, 生活的活。 乐活一组主张的是远离工业化的快节奏生活, 拥抱自然, 回归田园。 有一句歌词特别适合概括他们的主张, 叫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还有远方的诗和田野。 再比如, 意大利作家卡尔洛·佩特里尼 还倡导过慢食运动, 缓慢的慢, 食物的食。 他主张人们应该拒绝工业化的快餐, 亲自到大自然中和食物亲密接触, 亲手采集烹饪, 回归传统的饮食方式。 佩特里尼还为此写了一本书, 书名就叫《慢食运动》。 2012年, 咱们中国的电视人, 还以这本书中的主张为灵感, 拍了一部纪录片, 这就是著名的《舌尖上的中国》。 你看, 在舌尖上的中国里, 没有出现任何快餐, 全部都是很传统的饮食方式, 而且食物不仅仅是用来填饱肚子而已, 它更是连接人与自然的媒介。 说到这儿, 你应该发现, 生活方式改良派, 其实就像一碗有着明确实施准则的心灵鸡汤, 他们希望通过倡导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来为快节奏的生活踩刹车。 后来呢, 这些主张还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文化。 当然了, 这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向往, 我们毕竟生活在现实世界, 大多数人都不会真的去过田园生活。 那么, 针对过劳, 有没有什么对个人而言更实用的办法呢? 这就要说到第三种主张了, 也就是个人能力提升派。 假如说, 劳动制度改革派主张的是打, 正面强攻, 打败过劳, 生活方式改良派主张的是逃, 回归田园, 远离过劳。 那么, 个人能力提升派主张的就是化解, 通过提升个人能力来化解过劳问题。 首先, 他们定义过劳问题的方式和前两派不一样, 他们并没有把过劳看成是一个 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而是把它看成一个个人问题。 劳动过度作用在个人身上, 最常见的表现就是精力不够用, 所以他们提出了一系列的精力管理方法。 有关这些方法呢, 有很多相关的书, 我们也为你解读过不少, 你只要在首页搜索精力管理就能看到了。 在这里呢, 我从众多的方法中挑选了一种比较简便易行的介绍给你, 这就是由精力管理训练系统的创始人, 心理学家吉姆洛尔提出的精力管理金字塔。 吉姆洛尔呢, 把人的精力结构拆解成四层, 就像一个金字塔, 最底层的是体能, 往上呢, 依次是情感、思维、意志。 在这个金字塔里, 下一层会影响上一层, 比如, 体能不好的时候, 情绪也会跟着低落, 情绪低落的时候, 思维就会迟缓, 而思维迟缓又会导致意志力下降, 做事坚持不下去。 你看, 以往我们总会觉得精力不够用, 无非是累了, 歇歇就行。 但是呢, 这个金字塔模型却告诉我们, 要想拥有充沛的精力, 必须从金字塔的底层开始建设。 说白了, 当你感到工作非常疲劳的时候, 最该做的不是有空就躺在床上睡大觉, 而是健身。 别以为健身会让你更疲劳啊, 累只是暂时的, 一旦这个金字塔的地基, 也就是体能充沛了, 它就会往上影响情绪, 让你变得更加自信, 最后呢, 你的意志力也会获得提升。 这个理论有一个典型的例证, 那就是华尔街。 假如你在网上查一下, 在华尔街工作的精英们的照片, 就会发现, 华尔街的精英们虽然工作强度很大, 但是呢, 身材大都很健硕, 因为他们平时普遍都有健身的习惯。 当然了, 精力管理的方法远远不止健身。 因为时间关系呢, 我们先介绍这一种, 假如你对这些方法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看吉姆洛尔写的 《精力管理》这本书。 好, 咱们再说回过劳啊, 刚才为你介绍了,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 人们对于过劳问题的看法, 观点主要分为三大派别, 劳动制度改革派, 把过劳当作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 希望通过法律强制约束来解决它。 生活方式改良派, 提倡的是回归自然的生活主张, 想通过改变生活方式, 给快节奏的生活踩刹车。 而个人能力提升派, 研究了一系列的方法, 来帮助我们合理的管理经历。 注意啊, 这些派别并不是真实存在的学派, 只是我们为了讲述方便, 做的一个临时的归类。 好, 到这里, 这本过劳时代的精华内容, 已经为你解读完了。 回顾一下, 今天主要说了两部分内容。 第一, 过劳时代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答案是, 这是社会进步的副作用, 全球化、 信息化和消费主义盛行, 让越来越多的人, 或主动或被动地延长了劳动时间。 第二, 人们又是怎么看待过劳问题的? 主要观点有三种, 刚刚为你介绍完, 这三种主张分别是制度干涉, 生活方式改良和个人能力提升。 其实在看完这本书之后,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那就是, 假如站在更大的时空尺度上观察过劳现象, 会不会有什么更新的发现呢? 你看, 森刚孝二站在一百年的尺度上, 就发现了引发过劳的一系列更深层的原因。 那假如我们建立更大的时间长度, 用一千年甚至一万年的视角去观察过劳, 又会不会有进一步的发现呢? 我大概尝试了一下, 查了一些资料之后我发现, 劳动时间延长, 其实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大趋势。 在狩猎时代, 人们的工作节奏是狩猎两三天, 然后再休息两三天。 到了农耕时代呢, 人们的劳动量增加了很多, 农忙时几乎每天都要从早忙到晚。 而工业时代, 人们的工作时间变得更长了, 每周至少要工作四十个小时, 全年如此。 假如用一万年的尺度, 绘制一张人类工作时长的曲线, 你会发现, 这条曲线是一路上扬的。 而作者在这本书中指出, 二十世纪中期的劳动时间缩短, 只是其中的一个小波动。 总体上呢, 这条曲线是一路走高的。 而造成这个趋势的根本原因, 还是人类的生产技术在进步, 导致我们能够获得的确定性越来越强。 农耕时代, 人们之所以严格遵守作息时间, 是因为他们知道, 这么做一定会获得确定的回报。 求收时一定会获得大量的农作物, 而工业时代呢, 这种确定性进一步加强了。 我们可以开个脑洞啊, 假如未来这种确定性被推到了极致, 会怎么样呢? 比如, 你的工资不是按月计算, 而是按秒计算。 在你的面前有一个计时器, 你每多工作一秒, 你的账上马上就会多一块钱。 假如这样, 那估计大多数人都会工作到筋疲力尽, 因为你工作的反馈周期越短, 获得的结果越确定, 你就乐意付出更多。 说到底, 劳动时间延长, 其实是生产技术进步所必须承受的代价。 你看, 日本的过劳问题虽然是全世界最严重的, 但是它的人均寿命也是全世界最长的。 劳动时间延长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 但是也许这就是人类社会演进所必须承受的代价吧。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这边将来到中国的三号线周期越来越来越来越多。 那么,